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看一个非常伤心的消息 7月5号晚上,歌手李文的姐姐 透过微博突然宣布了李文离世的消息 Coco于数年前不幸患上了抑郁症 经过长时间与病魔斗争 可惜今日病情急转直下 于7月2日在家中轻生 宿愿后一直昏迷 最终于7月5日返魂发述 与世长辞 因为90年代,00年代 李文在韩国也是有了很高的人气 所以在得知李文的消息后 很多韩国粉丝们也纷纷到 1999年李文参加的韩国Dream Concert的影片底下留言 爱到这位巨型的离世 在Channel V全盛时期 每天都听了李文的歌呢 怨死者安息 他小时候是我的女神了呢 好伤心,好心痛 是有多难受的话会这样 希望在那个没有痛苦的地方 永远幸福 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歌手 想到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痛苦的话 真的很伤心 希望能到一个无病无痛的地方 真的希望能到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 永远幸福 大家好,我是Dan 向所属公司提出专属合约终止的女团5050 昨天7月5号首次在法庭审问中展开了激烈的对峙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5050方在法庭主张的内容 公司违反了照顾成员健康的义务 直到4月为止专辑收益写的是零 但是在提出合约终止后 5月31号就有入款 但整个事件的主轴是 所属公司的能力不足 缺乏在演艺圈的资源 法庭上的这些内容被公开后 对于5050 韩网的反应变得更糟糕了 这理由是因为 在5050出道前 练习生时期 所属公司的老板为了不让成员们 因为是小公司的练习生而垂头丧气 所以就在首尔江南 给他们找了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的公寓作为宿舍 每个月的房租是300多万韩币 这真的是非常特别的情况 给大家比较一下 女团永远75之前是在一个小公寓 放了上下床四个人睡在一个房间 罗伯利吉也是上下床 两个人一个房间 就连大型经济公司出身的New Jeans 也是五个人使用了两个房间 但5050四位成员 却是住在三个房间 两个厕所的公寓 然后在出道前 公司就为成员们拼起了很多培训老师 每个月的开销是两三千万 在出道第一张专辑 就拍了四首歌的MB 出道不到一年 就进入了美国皮肤的排行 好莱坞电影Pubby OST 与从民的广告代言 三星广告 与杰瑟的综艺节目 都这样了 还说所属公司能力不足 然后最近也爆出了成员们的父母亲 背着公司注册了5050的韩文团名 以及各成员们一名的商标权 所以指责成员们 以及背后大人们的声音 也是越来越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是韩国演艺圈史上 历代机的背后差一道事件 如果做一个选秀节目 重新挑选成员们的话 我想全国国民都会因缘而爆红的 第一张专辑都失败赔钱了 第二张专辑的歌曲也都拍摄了MB 甚至朱大哥还同时发表了 韩文英文版本 平时还要固定支持培训费房租工资 想要说能力不足的话 应该要在三大经纪公司出道吧 为什么你们没能进入能力足够的公司 而在这里这样呢 出道才多久 就在那里说所属公司能力不足 你们有充分活动到所属公司展现能力吗 到底是凭什么在这样 也不是说有了回护行的粉丝们 不觉得不是所属公司能力不足 而是成员们能力不够吗 歌曲都这么红了 大众们也不知道成员们的名字 对于Fifty Fifty方主张的公司能力不足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Fifty方主张amam